在中国四川卢县 一名14岁的中学生赵新 上个星期他因为没有钱给校霸交保护费 在学校被活活打死 而校方和警方为了掩盖真相 谎称赵新是坠楼死亡 这激起了家属和当地民众的愤怒 当局派出了大批特警进驻 而警方与抗议民众也多次爆发了激烈冲突 我们要先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稍后的视频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画面 请您注意 我们现在要为您连线老家就在四川卢县的 美国乔治亚大学研究生谷毅 来谈一谈他所了解的最新情况 谷毅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谷毅我们知道这两天 我们其实多方想要联系赵新的家属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你的老家就在四川的卢县 这两天你也收到了不少来自当地的消息 你所了解目前最新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好的 我首先把这个大概的情况介绍一下 这个事情呢它是发生在4月1号 当时呢赵新在学校呢被打死 然后呢发现他的尸体存湿楼下 后来呢学校首先 学校和警方联手 首先是试图掩盖 然后呢掩盖不了呢 他们曾经不让家属建遗体 想提前就把遗体火化掉 然后呢 说是自杀 然后在这一切失败以后呢 他们想用钱摆平 五个凶手呢 家里每个出20万 然后一共100万摆平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因为在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到这样一个时代 因为死水家属不愿意 所以到了 这个消息呢 被传了出来 到了4月2号的时候呢 已经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民众和警方之间的冲突 现在呢 当今的民众呢 还拍到了车队 很多辆 至少有十四五辆的那个车队 来到太福镇 据说呢 四川省城引力呢 已经到了现场 因此呢 我们在微信上 在视频上 看到的很多 画面上都能看到 有很多抗议民众啊 包围这个学校 要求呢 当局给孩子一个说法 但是呢 现在冲突越演越烈了 你看人山人海 然后警方呢 在那个封锁了学校 然后呢 在现场呢 很多人呢 包围了学校 然后警方呢 抓人 他们打人 甚至包括打老人 而且 我还收到一些消息的表明 似乎死者的母亲呢 正在被监视 而他的亲戚家呢 被收藏 而且爷爷奶奶呢 也被扣留 就是现在警方似乎主要是在 警方打案打击的对象 主要是在死者的家属那边 而且呢 我和老家的一些朋友联系呢 听到了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其实这个事情 收保护费的话 一开始呢 黑社会呢 一开始 校园黑社会 就是他们校园小霸王 要价是一千 然后呢 死者呢 这个孩子呢 他就报了警 报警以后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报警以后 反而就被那几个欺负他的同学知道了 然后呢 要价就变成一万 他又交不出这个一万 所以呢 因为可能是 也是因为他报了警 然后这个事情就到了很大 是 古一 我们知道 这个在我之前跟你讨论的时候 你也提到 其实你自己小的时候 就发生过这种所谓的校园 黑社会的暴力案件 其实这已经是常见的 只是当时事情没有闹大 那么一问就是 为什么多年来 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当地的政府 当地的学校 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而且我们现在也了解 好像也有一些自媒体视频传出 当地甚至还派出官员 挨家挨铺的 去要求大家与官方来统一口径 说孩子是自杀死的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好的 我想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因为这个涉及到相关的事实 确实有这样的消息 因为我们一方面是看到了相关的视频 另外一方面的话 然后老家的朋友反映 他们的手机里 收到了炉珠电视台的短信 说这是用很特别的方式 炉珠电视台给他们发短信 说这个孩子确实是自杀死亡的 然后有人造谣 已经说这个孩子是怎么被打死的 已经被抓了 同时我们还知道 现在听说泰府镇的话 有很多特警进入 也严禁万人进入 而且当地人的微信短信什么的都在被查 当地的像村支书什么的都被动员起来 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来警告当地人 就是你们不能乱说话 必须给官方保持一致 现在我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提到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黑社会 校园黑社会这样的问题 这么多年还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首先一个问题 这不是炉珠当地的一个局部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国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的话 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霸凌 始终是缺乏认识的一个状态 而且对人身权利的保护 是非常缺乏的 所以我们看到前不久的 中国留美学生 小留学生虐待同学案 在美国人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后几个主犯都被判了重刑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 我们知道很可能就是 批批教育一顿 如果像现在这样的话 因为你看现在 卢州的这个事情太不中全 这个事情 现在的网络的说法是 几个校园小霸王 他的家长有官方背景 甚至包括校长 或者说当地公安局领导的孩子 这个是不是真是假 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 但问题就在于 特别在这种情况下 那校园小霸王就可以 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且现在你看 现在整个中国社会 特别是乡村社会 本身就是一个黑社化的社会 在包括现在中国的 那个 你北大的冯军奇异博士 写过一本书叫《中宪干部》 整个中国基层政权的结构 已经黑社会化了 如果你是一个 在乡村 中国乡村 如果你是一个全市家族的孩子 如果你是 把握了当地的重要政治资源 那你就可以一手做遮天 最最近的这个余欢案 我们可以看到 里边传出来那个在权人 说和刑警可能有关系 然后可能和当地的人 当的领导也有关系 所以整个 政权的黑社会化 警察黑社会化 在这样一个大的黑社会的 大环境下 那小的黑社会 始终成为一个 比较敏感的问题 这就一点都不出人意念 是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在美国乔治亚大学的 研究生谷毅 感谢你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